便利许多 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 主要就是学会什么 学会至少你要把这个专案建起来 然后我们的app也建起来 里面的话有个view 所以基本上 所有的动作都会从views开始 然后再到哪里 到UIL 有没有 UIL里面的话来修改一下 我们需要的网址 他会再去找views里面的那个功能 最后的话再加上什么 加上网页 也不过这个网页部分 我们可能遇到的困难比较多 因为旧的版本会自动call一份到 admin底下 这个版本 新的版本反而不会 所以这个可能是 算是jungle的一个新的bug 所以有的时候 我不太喜欢用最新的版本 像现在最新2.1 可能我之前也许用2.1 我不要用最新版 不然的话 产生一个新的问题 他可能过一段时间才会默默的把它修正 所以你也许再过一段时间你再去download 我也许这个问题也许就解决掉了 可是他也许会在他的网站上会说明 可是也许不会说明 那再来的话就是再加上一个图 所以刚刚的话 大部分同学做图就比较顺理写写的 好像没有相对的遇到的问题比较小 最后的话我们要加一个css 因为其实网页里面不外乎就这些东西嘛 不外乎文字 不外乎就是像网页 然后图 最后的话就css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做一个css 所以css部分的话 因为这个牵涉到css相关的怎么去建 所以我的习惯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选美工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那个 有一个叫trimweaver的一个软体嘛 它也可以去帮你产生嘛 产生之后你够call过来用就好了 这样相对的你也不用再去记一堆css的语法 那我就是在这边已经建了一个css 所以待会我看你们干脆 如果你可以自己写你就自己写 如果你不会自己写的话 那你就怎么样 直接自己先call一下 里面的话我就建两个class 一个叫标题 一个叫名称 不过特别是说 因为我是取成那个繁体中文的名称 我不知道你们环境会不会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你干脆改英文好了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充马就很麻烦 没问题那边有问题 那我们把它怎么样 把这个是它的党名 所以我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我放哪里 基本上还是放在那个 怎么呢 放static 底下的css css 底下就把它放进来 如果你有很多个css的话 那我们就放在这个目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一一请各位注意一下那个static 的这个目录 按右键的话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folder ok 然后他这边 要叫做css 然后finish 一下 ok 这样就出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